我的結論是 我覺得世界上我們最需要的 一個婚姻指南 應該是阿德的老婆 大嫂出來寫一本書 告訴我們你的婚姻 可以維持所有人都可以 對對對 你叫鼓掌 你這樣就錄下來 我要這個影片 誰叫你問我什麼時候離婚 你看他剛剛這樣大言不慘 就說他最大的優點 就是只要他還講小孩 他都不會有意見 然後現在在講 然後被運文挑出來 他還就是一點 都沒有覺得有問題 還可以原啊 我講的是說 不會有一些是大原則嘛 比如說要讀書要幹嘛 我都不管 這是他那個 可是生活上小事情 鬧著就是 兩個人就是很僵的時候 我是不是臉出來講這一句 你這樣有那麼多大事喔 大部分都不用小事嗎